據豆瓣小組負債者聯盟介紹 沒有節制消費、遭遇詐騙、網貸等都是小組成員 或是眾多年輕人背負債務的原因 目前 花壩、京東八條、蘇寧任性傅、微粒泰等各類型的互聯網 借款業務層出不窮 年輕人借款的渠道也被極大拓寬 但是被債務纏繞的人生也使得他們越拔越緊 大陸網友任女士和她20出頭的兒子 在年初疫情期間失業 為了支付房租和生活費 開始向螞蟻集團旗下的花壩借款 據了解 近年來大量的P2P網貸平台暴雷 還有各種金融詐騙 令很多舉債投入的年輕人負債累累 大陸網友鄭先生將大半積蓄投入排名 中國前10名著名P2P團貸網 誰知去年4月就以非法集資立案 該事件引發大規模維權事件 新唐記者洪濱、黃宇寧 採訪報道 新唐記者洪濱、黃宇寧 採訪報道 訪報道 市聖剡報道 報道 ANA70